广西南宁一民警诈骗448万元破刑14年6个月 为打击犯罪、示范庭审 9月3日上午9时30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梁庆区人民法院院长韦良担任审判长 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诈骗案件 梁庆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曾祥彤以公诉人身份出庭支持了公诉 被告人陈某原是广西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 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期间 被告人陈某已出售位于南宁市东格路凯叶花园小区的单位内部房为由 骗取被害人为某等7人共计人民币448万7787.8元 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法院当庭宣判 被告人陈某犯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并则令被告人陈某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共计人民币448万7787.8元